中央电视台军事报道 中央电视台军事报道 它的每一步成长 每一次收获 同样离不开在这片草原上的历练和大漠 前不久 我们的记者走进草原身处的朱日和 去见证我军首支数字化部队 新一轮的战法创新 朱日和训练基地 中部战区陆军某师正在进行一场 合成营协同训练 攻击分队突入陌生障碍场 连掌液强好快速上报敌情 应指挥员利用一体化信息系统 指挥综合扫雷车前出轻障 与此同时 警戒 掩护等行动 控制到秒 火力打击精确到点 对于一些以往看似很简单的训练科目 我们数字化部队更加注重在精细化上下功夫 就拿前沿的形同破障 开背通路 这个行动来讲 要根据所需开背通路的宽度和纵深 以及敌在前沿的兵力的部署和障碍区的设置 来精确计算 破障的时间 计划破障的力量 以及掩护兵力的规模 与机械化部队不同 数字化部队作战的各个环节 全部由信息支撑 从敌情判断到方案制定 再到火力打击 精细到单车的协同训练 如今越来越普遍 相应 对作战环境和场地的要求 也越来越苛刻 诸日河基地 平原 丘陵 山地等地形多样 另外还建有专门的工兵 防化等专业训练场 既可以满足营连 也可以满足各兵种 各专业的训练 甚至更上一级的合成训练 也可以满足 这是在营区无法比拟的 在诸日河这片草原上 这个诗结下了太多不解的缘分 十年数字化建设 他们欺上诸日河 从对抗演习到中外连演 从战法创新到沙场阅兵 这里见证了数字化部队的成长 也伴随着心智战斗力 一步步走向深入 回过头来看我们这几年的助训 基本上都是按照战斗力声称规律 来一步步规划落实的 比如我们接庄当年就到这里来组织 寒区效能实验 2012年又组织作战能力检验 再后来的合成营战法创新 体系作战能力评估 和联合作战能力检验 可以说每次助训 都有具体的任务牵引 都有明确的目标指向 这也是我们现在助训 与以往最大的不同 在这几天的采访中 我听到最多的就是一个网字 提起数字化部队 大家一定会谈到的 就是基于这张网 构建起的一体化信息系统 那么我身后的就是一辆 配备了这样一套系统的指挥车 那么团长你能给我介绍一下 这台车的信息化的特点 体现在哪里呢 咱们到车上看一看吧 这就是我们的指挥车 车上有各型的电台 还有你刚才说到的 一体化信息系统 通过这个系统 我可以很准确地掌握我的部队 他们现在在哪 在干什么 必要的时候 我可以直接指挥到单车 这个系统对于我们数字化部队来说 就相当于是它的神经中枢 千军万马一张网 陆海空天一浮屠 都说十年磨一剑 在信息网络的支撑下 如今的数字化部队 经过长足发展 无论是战场信息的获取 还是人员装备的结合 都越来越显示出 强大的战场适应性和控制力 战员打击 敌前沿 装甲目标 执行 实弹检验地域 三辆坦克在行进间组织战斗射击 让记者惊奇的是 现场指挥员竟然指挥坦克编组 在快速倒退中完成火力打击 倒着打 也就是战术中的脱离接触的 在后退的过程中 保持火力的不间断性 在退到敌人 有效射程之外以后 再发挥我们武器装备 火力必长 射程远的优势来消灭敌人 技术决定战术 像倒着打这样的战斗射击视野 如今在这个时 已经成为常态 每年他们都会在助训条件下 结合演训任务 充分挖掘武器装备的战技术性能 这几年 随着国防和军队改革的不断深入 一直是数字化境遇 横空出世 作为全军首支数字化部队 如何实现创新突破 达到作战效能的最大化 成为摆在全市官兵面前 最大的课题 我们要结合武器装备 结合我们面对的强敌 结合我们的任务 来创新我们的作战理论 这一次上来我们也要 演练一些新的战法 一些新的训法 我们就是基于这个目的 就是未来我们 面对强敌作战 我们这支部队 到底能做些什么 能达到什么程度 胜算有几分把握 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奇亮 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 今天分别在京与新西兰国防部长马克会见会谈 许奇亮在会见时说 建交47年来 中心关系取得长足发展 一直走在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前列 2014年 习近平主席成功放心 将中心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 发展中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 近年来 中心两军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 防务交流合作的高度 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 下一步 中心两军要不断探索挖掘合作新领域 共同规划好两军发展新方向 努力实现防务合作提制升级 马克说 心中关系良好 希望进一步深化两军交流合作 推动心中防务关系不断向更高水平发展 威凤和在会谈时说 中心在促进世界和平 稳定与发展方面 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 在两国元首引领下 中心两军关系保持良好发展 高层往来 磋商对话 人员交流 连演连训 多边合作等成果丰硕 双方进一步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 深化战略互信 拓展务实合作 打造更加紧密的防务安全合作关系 为发展中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 马克表示 新方愿同中方 深化各领域务实交流合作 推动两国两军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中宣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共青团中央 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 联合举行都复国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 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霞 在报告会前会见了报告团成员 代表习近平主席和军委其他领导 向报告团成员和战斗在扫雷一线的广大官兵 致以亲切问候 张又霞指出 杜富国同志是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 奋力推进新时代强军事业中 涌现的先进典型 适用生命担当使命的新时代英雄战士 杜富国同志的先进事迹 生动展现了坚守初心 忠诚使命的信念追求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血迹胆破 不像磨难低头的刚毅品格 全军要广泛开展 向杜富国同志学习活动 营造崇尚英雄 学习英雄 汉卫英雄 关爱英雄的浓厚氛围 引导广大官兵 距离练兵备战 强化改革创新 狠抓工作落实 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中央军委委员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 苗华一同会见 报告会上 杜富国 陆军袁扫尼大队大队长陈安有 某扫尼排豹大队战士刘新卫 云南省马里坡县干部龙云斯 杜富国的父亲杜骏 深情讲述了一个个感人故事 生动诠释了英雄战士的忠诚和奉献 反映了部队官兵 传承红色基因 担当强军重任的昂扬风貌 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 首都青年代表 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参加报告会 我觉得在和平时代 我们军人更应该做到 不忘出京 牢记使命 珍惜和平 以退后 让我来这场阴行的传举 是我们美名革命军人 身上应该具备和去学习的 也是我们为前军目标 奋斗去应该努力的 我一定要牢记自己当初 参加工作和入党时的初心 把这种精神化作自己工作的动力 不辜负新时代赋予我们的期望 军委政治工作部近日组织理论服务走机层活动 军队14名理论专家分别到各军兵种和武警部队 7个旅集以下单位开展敦点服务 在新疆塔城军分区塔斯提便方联 理论服务小组利用小白羊少所官兵执行间隙 进行微课解读 小白羊的逐端成长需要水分的滋养 而官兵的逐端成长需要科学理论的滋养 这次理论服务走机层活动 就是要通过精准低贯的方式 使官兵不断地接受科学理论的滋养 不断地成长成才 理论带着温度 才能赢得官兵的关注度和好感度 理论服务小组把理论的关键词 和官兵的兴趣点有机结合 用生动的话语 把知识理论讲述成一个个生动感人的强军故事 教授用我们暂时经常讲的话 听得懂的话 给我们讲故事 打比方 我一定要努力消化吸收里面的精神养料 并转化为戍边守皇的内在动力 在江系南昌 理论服务小组和官兵们一起 参观小平小道陈列馆 专家结合实际 为官兵解读绝对忠诚的现实意义 在参观完小平小道之后 马上对官兵进行微科教育这样的 一个是增加了教育的直观性 第二个是增加了教育的时效性 第三个还增加了教育的灵活性 这种方式的态度 这次活动 理论服务小组利用官兵训练间隙 围绕时尚化训练 军队改革和社会热点 等官兵们关注的话题展开交流 让先进理论走进基层 贴紧官兵 通过这次理论服务走基层活动 教授专家们走到我们暂时的中间 与我们面对面的进行这种微科辅导 这种教育行事一下子拉近了与我们官兵之间的距离 我们也非常欢迎非常喜欢这种教育方式 国家教育部和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 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 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 日前联合颁发军队院校聘请 普通高等学校师资管理暂行办法 自2019年6月起实行 颁发这一暂行办法 是贯制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关于构建地方师资力量 向军事人才培养 开放服务政策制度的重要举措 对军队院校构建新型师资队伍 利用国家优质教育资源 提高教学水平 促进军地院校师资深度交流合作 将发挥积极作用 办法分6章26条 对聘请地方师资的职责分工 选聘条件 需求对接 实施程序 绩效管理 待遇保障等制度 做出全面规范 黄海之宾第71集团军 某陆航旅运输直升机编队 展开实弹射击训练 编队没有攻击直升机 伴随掩护 仅依托自身挂载的武器 进行防护和打击 检验机组自主筹创划能力 随着塔牌指令的下达 数架运输直升机 在空中完成编组 向数百公里外的 阅定海域高速机动 途中 直升机遭遇 低空气流影响 机长许光聪 观察气象条件后 做出规避飞行的决定 受煤雨天气影响 近期低空存有大量的机遇 直升机在转转过程中 低高度 大速度飞行 风险迅速极高 稍有不慎会进入雷暴区 抵达目标区域各机组自主选择航线 自主战力攻击阵位 对目标快速展开搜索识别 进行火力打击 海上参照物少难以判断目标距离 这对射手的射击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完成首轮打击 直升机降落沿海野战机场 重新装填弹药 补充燃料后再次升空 随着训练的持续 难度和强度不断加大 直升机悬停射击 前飞运动射击等内容 依次展开 本场式训练 虽然难度习数比以往更高 但通过训练 有效锤炼了机组自主筹划 临机决策能力 为执行多样化任务 打下了歼10机组 多科目连贯实施 多弹种交替设计 近日第74集团军谋旅炮兵分队 远程机动至西北戈壁 展开多型火炮 食射演练 戈壁深处 炮兵分队按照作战编组 迅速展开战场机动 抵达任务区后 各火力单元快速占领射击阵地 对目标实施测距侦查 自主装定射击诸援 完成射击前各项准备 一炮一炮专点 一炮 各战车瞄准手 根据指挥所标准的射击参数 快速修正方向 并运用多型火炮 对目标实施火力压制 一炮一炮 放 放 火力覆开后 各火力单元立即转移设计阵地 夜幕降临 夜间实弹设计科目随即展开 演练中 他们把战场侦查 指挥控制 火力协同等内容融为一体 综合检验各火力打击单元的 作战能力 此次实弹战术演练 检验了合成旅 火力打击模块 在复杂条件下 快速响应 精确拔点 快打快撤 等多种作战能力 下一步 我们还将针对演练中 暴露出来的问题 进行复盘 进一步展开 针对性训练 切实把短板拉长 把弱点练强 随着长江进入主训期 湖北多地展开防洪 强险演练 进一步磨合军地 组织指挥和协调联动机制 以应对可能出现的训情 日前在湖北京州 民兵应急分队展开水陆联动防汛抗洪演练 演练模拟强降雨引发内涝 群众被困 民兵运用无人机进行侦查 同时派出冲锋舟和海尸艇 完成了复杂水域航行 水面搜救 转移被困群众 抢助子堤 封堵管勇等内容 体现了多种力量的 对灾情的勘察 在力量使用上 也体现了多种力量的同时运用 突出了精准施救 把各种救援资源 有效地结合在一起 在湖北天门 某预备役州桥团 把部队拉到汉北河水域 开展抗洪抢险演练 演练设置了管勇险情抢户 水上搜救 卫生急救等科目 检验了应急救援能力 当地时间7月1号 海军第32批护航编队 西安舰抵达法国土轮 开始对法国进行 为期五天的访问 我驻法大使馆工作人员 华人华侨留学生代表 在码头迎接 并参观西安舰 访问期间 西安舰将与法国海军 开展高层拜会 文体交流 和海上联合演练等活动 位于越北山区的 广东省紫金县市革命老区 日前 当地人武部联合教育部门 组织高考学生 来到革命就职参观 将征兵宣传 与爱国主义教育有机结合 增强学生们的国防观念 点燃从军梦想 终分挖掘注力的红色资源 创新学籍人形式 将填报高考资源 和应资资源 有效地结合起来 极大的激励的广大应资青年 特别是高学的青年 参军热情 国际方面 来关注一何问题 伊朗外长 扎里夫一号表示 伊朗库存的 风度为 3.67%的 农所油 按照此前计划 已经超过 300公斤的 存量上限 他同时表示 伊朗未来 还将执行第二阶段 减少旅行 和协议承诺的举作 即恢复 风度超过 3.67%的 浓缩油 扎里夫表示 截至目前欧洲在履行 伊核协议承诺上 做的还不够 所以伊朗将继续按 先前宣布的计划执行 也就是突破 浓缩油 风度最高为 3.67%的限制 对此 俄罗斯副外长 李亚布科夫 当天表示 伊朗低浓度 浓缩油存量 突破上限 并不令人意外 伊朗此前 早已发出过 相关警告 同一天 联合国秘书长 古特雷斯 发表声明 敦促伊朗方面 继续履行 伊核协议相关承诺 他希望伊核协议 其他各方 继续采取措施 为减少美国单边制裁 对伊朗的影响 等方面而努力 呼吁相关各方 通过协议的机制 来解决问题 再来关注 北约的太空战略 在日前举行的 北约防长会上 北约通过了 历史上首个 框架性太空战略 并计划在年底 召开的北约峰会上 正式推出 北约官员称 提出这一战略的原因 是应对俄罗斯等国 不断增强的太空军事实力 据路透社报道 北约各国防长 6月26号至27号 在布鲁塞尔会议上 达成离制 同意制定太空战略 北约成员国将于12月3号 在英国伦敦召开会议 届时将正式认定 成员国不仅可以在陆海空 和网络领域发动战争 还能够在太空领域发动战争 报道援引一位 北约高级外交官的话说 虽然相关政策 仍在商讨制定中 但针对把太空 列为战场的决定 各成员国 已经基本达成共识 北约2018年6月 曾试图推出太空战略 但当时因为各方 分歧较大未能成功 最终发布了 北约首部联合空中力量战略 部分北约成员国认为 推进太空军事化的 性价比不高 特朗普此前宣布 组建太空部队的举动 就曾遭到五角大楼 和美国国会众议院 军事委员会的反对和批评 如果追随美国 很有可能得不偿失 不过虽然北约各国 当时没能就制定 太空战略达成一致 但北约联合空中力量 战略中提出 北约要以平衡而创新的方式 发展联合空中力量 既要不断强化 天机军事设施的 抗打击能力 又要加强对这些 军事设施的利用 这是北约军队未来发展的 关键目标 这在当时被认为是 勾画出了北约未来 发展太空力量的 基本版图 俄罗斯最近发布了 一系列先进武器装备的 最新消息 包括最新升级版 米28NM攻击直升机 和S500防空导弹系统 俄罗斯国防部近日宣布 俄最新升级版 米28NM攻击直升机 已经完成各项测试工作 将于近期列装部队 俄罗斯米28NM直升机 是米28N直升机的 最新升级版 它以俄军在叙利亚战场上的 实战经验为基础 在外形和武器装备等方面 进行了升级改造 具备了全天候 全地形 全环境的作战能力 安全性能进一步提升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 2028年前 俄空天军将装备100架 最新型米28NM直升机 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总裁 希尔盖切梅佐夫日前透露 俄罗斯已经开始生产 新一代防空导弹系统S500 命名为普罗米修斯 该系统将首先用于装备俄军 俄方目前不准备对外出售 S500防空导弹系统是俄罗斯 自主研发的最新一代 防空导弹系统 其技术参数目前仍属于 国家机密 据俄媒报道 S500防空导弹系统各方面性能 均超出现役的S400防空导弹系统 可用来打击弹道导弹 巡航导弹 高超音速飞行的新式武器 地球低轨道卫星 和各类飞机等空中目标 当地时间7月1号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第16景区 发生爆炸袭击 爆炸地点位于美国 驻阿富汗大使馆 以及阿富汗国防部附近 阿富汗公共卫生部称 有1人在袭击中死亡 93人受伤 而据当地媒体报道 袭击造成至少34人死亡 68人受伤 阿富汗塔利班组织 已宣布对爆炸事件负责 当地时间1号凌晨 一枚可能来自叙利亚的防空导弹 落入塞浦路斯首都 尼克西亚附近山区 并爆炸起火 没有人员伤亡报告 塞浦路斯当地官员认为 这枚俄制S-200防空导弹 是叙利亚军方 在拦截以色列空军袭击时 因丢失目标 而坠落到塞浦路斯境内的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想要了解更多军事内容 请您登陆中国军事网 明天通议时间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